八年了 八年了 你还想困我到这里困多久啊 你小子 若不是为师 将你困在天一谷八年 以你的心性 怎会突破先天 我一个学三民主义的 隐城新生一致的国家栋梁 被你搞成这个样子 我谢谢您的 行了 你已经突破先天 也能修炼天一九变了 下山去寻找你的心意园 我可以下山了 师傅 我刚从山上下来 找个落脚的地方 谢谢 我们在喝茶里住宿哦 红茶绿茶菊花茶大红袍全部都有 尤其是那大红袍啊 整个就是几年难遇的极品 走吧 先洗澡吧 我不是在 我 我 你不是不喜欢她 嫂子 原来你喜欢这一口 但我是新来的 还不太熟悉 你别介意 我是新来的 也不太熟悉 你别介意啊 好 嫂子 我是肖洛 你是错人了 嫂子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不是这样的人 你是不是什么难处 你哥他烂赌成性 别我出去接客 我 我也是没有办法 你背上的伤也是他弄的吧 老宝子 我还是喜欢你 我们是小狗 哎哟 这位爷 你想要什么样的茶 我们给您送过去就行 和B老板你亲自来一趟呢 老板子 别他妈废话 知道这个客人是谁吗 父爷 父爷 啊 啥呢 不是太疾客了 你跑開 小的這女人就玩不齊 只要晃亮給你滾 我讓你走了嗎 小我 他是天安慧的呢 你搞不起的 這樣你先走 等身體解決完我就去找他 這樣講 幫我們虎爺伺候好了 共同友傻 哈哈哈哈 我本來是想走的 但是我現在感覺很重要 對 虎爺要不算了吧 我再給他換一個場 他肯定就會走了 虎爺 對不起 我弟弟不是故意的 你們只要放他走 讓我做什麼我都願意 好說 好說 只要你把我死我出貨了 我可以考慮幫你 一群拉 既然你們這麼想死 我就成全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屋門你自來投啊 小樂 不要衝動 虎爺 我弟弟不懂事 這樣 你們只要放他走 你說什麼 我都聽的 可以讓他從虎爺褲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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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褲 快快點端呀 不要再我這告訴你 這命可我求你啊 虎爺 要不 要不還是算了 嘿 關你啥事啊 你這娘 哈哈 關你啥事啊 你這娘們 我弄下 自從坐上了冬天王的位置 十幾年沒有出手了 正好拿你練練手 小心 找死了 吾我高手 咦 咦 咦 吾 吾 吾 不是說 不是說 一只哈嘍Kitty也敢成天王 放心吧 我呢 說話算話 頂多 打你個萬死 啊 死刀 把我弄死他 呦 剛才不是什麼囂張的嗎 現在不囂張了 你很能打是吧 打我呀 啊 自作孽不可活 自作孽不可活 我 嫂子 沒事吧 我讓你走了嗎 大哥 大爺 剛才是我李虎有眼不識太閃 不小心突破了你 躲台貴手 饒我一條狗呢 自己動手吧 我不想髒了我自己的手 大爺 我真的不想死 只要你可以饒了我 我從今以後就是你最忠誠的一條狗 現在就是 哇 哇哇哇 小落 不要再殺人了 我沒事 我們回家吧 哎 我 最小人家 好好找個醫院看看你腦子上面的東西 活不了多久了 嫂子我們回家吧 回家 我哥這個王八蛋這麼欺負你 我給你踢 走 走 火焰 我們 你放廢物 趕緊給我去查 查那個小子的理性 我臨虎今天收走奇體的大陸 我要一百倍一千萬的還回來 不是 我馬上就放不下去 走 先去醫院 火焰 你真想先聽太小的說的話 你以為他憑肉眼的看出我腦袋裡邊有腦瘤嗎 啊 內骨骨折了先去借骨啊 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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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路 你先坐一下 我給你倒杯茶 嫂子 這些年你受的委屈 我都會幫你逃回來 你背上的拔痕都幫你治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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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了 我 我先去換件衣服 哎 這就沒分合理數 好 快點了 八年了 終於有能力保護他了 以後這就是你的家了 唉 你怎麼把這個可死滴媽的燥肉 先給蛋壞了 以後這就是你的家了 哎 你怎麼把這個可死滴媽的燥肉 四川他年纪还小 不能自己一个人生死了 他死活关老子什么事 我们家的饭不养扫把心 给老子滚 四川他真的没有地方去了 你滚死了 我滚什么 嗯 滚不滚 哥 我是你爹 什么哥不哥的 吃我们家的用我们家的 还客死你爹吗 四川你快放开他 他年纪还小 你这贱货 吃里扒外的东西 你是想把他留下客死老子 好改架是吧 你看老子一定不答案啊 啊 不准打我嫂子 老子连你别进来 小乐 要是当初 没让你上身血液就好了 也不会发生现在的事情 好 没事 以后有个物财 这个烂手气一定是那个不下单的间笔在死冲啊 啊 这烂手气 一定是那个不下单的间笔在死冲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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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贴屁老子让你去贴他 你去把这个狗吧心带了回来 不是 是我刚才出了事情 他帮了我 老子才不管你出什么事情 你赶紧回去 今天周末客人多 接不到二十多 不是回来 不对啊 没啥怎么变成红耳赤的 该不是背着我做了吗 干 干钱 新兄弟也得名算账 既然你是了我老婆 那么你就得给钱 你很久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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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财瓢子吗 天我现在就把你们书找乱搞的事 抓住他 不是的 我们俩什么都没有做 啊 啊 啊 嗯 嗯 嗯 你要钱是吧 啊 哎 不要不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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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还要把弟弟伺候好啊 哈哈哈 你继续啊哥马上去解决啊 滚 是哪个三个别打到我弟的没事 给老子终于他去 嗯 你老婆呢 我还不给他送过来 你老婆呢 我还不给他送过来 妈呀 这是我们赛的 这不是赛政 小美人 你老公姨把你爹了 我过来 在我没有生气之前 赶紧 小赛 我面前也用情就美啊 小赛 小赛 刚才天王会八桶 八夜面前装 不腻歪了吧 天王会 上一个在我面前废话的 是一个什么 Hello Kitty 也是一个天王会的 现在估计已经到医院了 赶紧去看看 装身做事 别自主代价了 八夜不关我的事 林医生的叫自强买的 要不这样 我帮你把鞋子起 等我还腻了 再还你 怎么样 谢谢八夜 谢谢八夜 我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 既然这么想死 我就重来 我腻了呀 我弄死了 我 Tan 你这个人还是鬼 非得来送 如果说 大哥 我没有没有杀我 不要杀我大哥 小罗 算了吧 天王会不是好惹他 算了 没事 吓他一下 你叫巴桶是吧 嗯 在里面去找个巴桶 哎好 我这人呢恩怨分明 死罪可免活最难的 哎呀我不要让我爷我救你了 把他吃了吗不好玩 不愿意是吗 我帮你 滚吧 回来 去把何力书捡过来啊 何力书 把手印摁了 以后林医就跟你没关系了 那不行 我们成婚八年感情深厚 得加钱 还真是要钱不要命啊 啊哈哈 钱不行 啊不行 快 哎 胡言 别生气了 都是小事 有你在我的气消了不少 胡言还是没办法人 一帮犯虫 让你们打听个人 一天了没有任何消息 要你们有何用 胡言 你要替兄弟做主啊 慌慌张张 成何其统 兄弟几个去讨债 没想到有个叫肖露的家伙 让自己能打 还不可以还钱 还比我吃了个八筒 你要替兄弟做主啊 你说谁 肖露 他在哪 快带我去找 这边 胡言 把东西带上 他在哪 天气好热 我先去洗个澡 小王 小王 韭先生 嫂子 这是万年寒金石吗 是啊 没想到修炼天衣酒编第一重的灵药会在这里 小罗 好冷 你怎么了小罗 好冷 你到底怎么了 你别吓我小罗 小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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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视能力这就成了 小罗 你好点了吗 嫂子你快把衣服穿上 你嫌弃我 也是 毕竟我大力那么高 我 我不是嫌弃你 我不是嫌弃你 我 我不是嫌弃你 我 你去里面 你 嫂子 我不行我不行 我是真不行 我突然想不出事 我屁要吃 嫂子我不行我不行 我是真不行 我突然想不出事 我屁要吃 不是嫂子 嫂子 小罗 小罗 你老子回出来 小罗 你老子起来 小罗 你老子起来 老公 看什么看 你们组员呆 你来什么事了 我 女儿 你是不是打错人了 你再敢对萧之姨出言不出 我把你割成作 你们别招 咋可是我们 对 恩人呢 哎呀恩人呢 哈哈哈 原来他干嘛呀 我去医院检查过来啊 这个最多呀 还能活三个月 百名诊所的高区院长又不在 现在只有 肖神医你能救我的果命了 你有病去医院 你找我干嘛呀 我脑子里的肿瘤是你一眼看出来的 你肯定有办法呀 我不治 只要肖神医 肯定补业诊治脑瘤 这处百年灵芝这些黄金都是灵芝 肯定神医救人 不行再加五十两 一百两 哈哈哈哈 小神医三百两 只要你肯出手救我 什么球技我都答应 小神医 什么球技我都答应 啊就你可以 不过 你得先帮我找人一样 小神医你放心 我灵虎就是侵察到 我也给你找其他东西 灵虎这么畏惧他 说不定他能帮我脱身 跟我回家 小神医可真是年轻有为呀 因为学着点匹马 小神医 运行帮我脱离天文会 我一定好好保败 热烈欢迎萧萧萧 我自己 我自己 以后 就拜托萧生一宁了 放心吧 有我在 别忘了 也代不及 妥了 毛都沒長幾根 說幾大話卻信使你 現在的年輕人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高齊院長你怎麼來了 去著趟室守大人在家裡 拔我了這時間 百名診所的高齊院長 得一瞭解最頂尖的神醫 大人都得給你幾分面子 小孩子我看你今天是走不了 哎呦 哎呦 高院長我的情況您也都知道了 以後還請多關照 很遺憾 林先生的病想根治基本沒什麼可 現在唯一的辦法 只能通過歐美運來的藥物 抑制腦瘤空 能撐一兩年也是跡象 哈哈哈哈 庸醫吧 既然林先生請了更厲害的人 那我就告辭了 這這這這 行了 你們想讓誰治都可以 胡言既然蕭神醫來都來了 您不妨就讓他試試 萬一不成的話 那還有高齊院長都敵 笑 如果他能治好 那全世界諸多的一道高手 全都白火 整體之外 我說二位神醫就不要再鬥氣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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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鹿 长死 等等 毁元 被打了之后反而好多了 神医啊 不可能 怎么可能 甘请萧神医救我 天一神针 你怎么会有提的天一神针 哪一首席 凡国教皇亲自上门都请不到的神医 居然跟肖乐有关系 高级院长 你是不是搞错了 眼罩摘了吧 我这失明多年的右眼 居然有恢复了 林先生 我担心这小子有诈 让我帮你检查一下 不行啊 强劲有力 怎么这样 这是完全恢复了 肖神医年纪七轻就有这等本事 王院长 这是没你什么事的 你从哪来的 我哪去 林先生说的对 有肖神医在 我怎么敢现场 肖神医 还请有空到百民诊所 指导指导 告诉他 八头 带肖神医取零药 请 小娘们 你往哪儿看 你是我的人 我倒是要看看 你在床上 有没有在车里浪 灵火 你要干什么 一会儿已经知道了 灵火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车里 那小肉做了什么 你真真小男人啊 那是想他 做些事 没有 没有 你放心 他医术这么多 我不会放他走的 你们还会再见面的 你这么做 你不怕他报复你吗 当然是留下来替我赚钱 他医术这么高明 我把他求定起来 就是一棵咬钱树 至于报复嘛 在我灵火的地 是龙就得弹着 是虎 你就得给我握着 哎 哎 我 我 你别忘了 你的小命在我手里 没有解药 只只死路一条 我 你不得好死 威胁我 机会难得 咱们得好好玩玩 哎 你不得好死 这么不识趣 天安王辉的灵药都在这里呢 那个单子上灵药 我马上去找啊 最好别让我等太久 喂喂喂 你慢慢去慢慢去 慢慢去 啊 呃 臭小子 想要灵药 去演完他要吧 你不关上 爸 爸人给我看好了啊 要是他跑了 你们两个都给我掉脑袋 放心吧 爸爷 他都被你打成这样 我哪里跑 性羞的 敢让老子丢脸 现在我都够你老婆 看你拿我怎么样 哎 爸爷 你要是得死了 给我们兄弟留地尝尝 你看 我 关你什么事啊 那女人可是虎别的 我让我 我都可能吃不上 我看好了 我 他不吃过了个女人这么平 从过哪里啊 老身材 老兄 那小脸干 就是一个字 血 血了是吗 呃 我 你不用在喝 va 把錢喝林芝我輸出來快 Plant 小妹兒 一個人在家很無聊吧 那些 耐心是你們鬍爺給笑粗的 想要啊 可以 就沒我一個晚上 等我爽夠了就給你怎麼樣 這出去 臭� Illー zu 我不知道被你老公賣了多少次 還在我面前撞青唇 罵你的 放開我 放開我 小樓不用回來的 小樓 小樓 你這是人是人還是鬼啊 哼要不你幫我下去問問一望眼 小小儀 我 小大爺 你讓我一條面 然後我絕對不會錯在你面前 現在知道求饒了晚了 啊 啊我的腿 我的腿 小樓 今晚會背後的進路 可是劉家的人 我絕對放過你的 劉家 我關你什麼劉家啊 小沈一救救我 小沈一 求你救救我 看看時間是靈活病發了吧 你是來幫他求情的吧 小沈一 你如果不救他的話 我也活不成了 我是卑鄙無奈啊 我從來就沒有想過要害你的心思 行吧 人是沒看出來 沒想到嫂子這身姿竟然和柳月相差不大呀 怎麼樣有辦法了嗎 哎呀你不要愁眉苦臉的媽 這個解藥是有的 我需要怎麼做啊 呃 哎 跪下啊 跪下 接管天王會 成為天王會的唯一女天王 這個呢 是銷魂傘 殺人魚無血 你拿回去慢慢考慮 你拿回去 哎哎 要呢 要 啊 人呢 人呢 害怕有诈 不肯过来 药呢 我要解药 罪恨人家妖孝 当我病好了 和小路我都得死 你不会以为这真的是解药吧 你敢给我下毒 没用的 销魂完入口即化 人先都救不了你 你别高兴的太早 我早已通知了其他天王 绿三少 他们一来 你跟小路 你可以把地鱼 你做得很好 你放心吧 我既然说过 让你成为天王会的唯一的天王 就一定会办的 不用担心 我安陪人处理一下 再帮你去读 小路 谢谢你 那你打算怎么谢我呀 到床上去 你就知道了 我 我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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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怜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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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鞠躬 二鞠躬 三鞠躬 柔爺舌爺 柔爺柔爺 柔爺这个贱人想叫做虎爺的位置 联合消禄 把他给害死了 他把我们村打断了 要我们做主啊 妈的 敢杀老虎 老子这就去 把他们剁碎了喂狗 帽子 是你大哥 那是什么削弱 不过是个无名的垃圾 至于柳越天王会的人 自然得按天王会的规矩来办 从此柳越 让他自己来天王会总裁 以此皆对 聖龙爷走 玉姐不好了 加上天王 让你去总裁离此 正好 省得我一个一个去找他们 小洛 天王会龙蛇虎包四大天王 林虎是最弱的 你斗不过他们 你走吧 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 你相信我 我说过让你成为天王会 唯一的天王 就一定会罪 走 会会他们去 天王有令 新人军 诛杀叛贼 你还真敢来呀 呦哈 这阵仗还不错吧 和一个叛徒有什么好说的 某些人怕是已经忘了我天王会的回去 包在再给他重复一遍 看我天王会者该当如何 是 嗯 是 你败贼勾结 害我天王者 该当如何 是 你想要好走到死了吗 就凭你们 一群满脑子肌肉的猛夫 找死 找死 啊 小子 嚣張啊 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香巴佬而已 正如我手裡的核桃一捏就碎 何必動怒 大哥 下令吧 天王會叛逆柳月 血統外雷削弱殺我冬天王 罪不可赦 咱 小子早就起不肯來了 小路 他是外境舞者 以身體鐵骨牢不可過 你要小心啊 一天到一天去 你 不过是一招進了秒殺的蝼蟻而已 找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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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难道真的是内劲高手 我这个人呢 讨厌跟别人养的狗狗 我承认你很强 那又如何 得罪我天王会 就得死 我承认你很强 那又如何 得罪天王会就得死 小鹿 这些都是为你精心准备的 天王会的金位 我是很能打的 来啊 我愿意受罚 求你们放国小鹿 你现在 天父向我三弟谢罪至于他们 自断自知我可以饶他不死 你先起来 我现在呢 也给你们一个机会 自断自知我可以考虑犯卫 小子 实在太狂妄了 大哥 给他费手 你先上了 又凭你们这些虾兵借降 我说过我讨厌跟人养着头说话 都给我上 我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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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再走我可以放你一碗 从今日起天王会就只有一个天王 那就是刘天王 你们可以选择城府或者死 岳位柳天王 马首是瞻好害 哎神主你不讲话了 三少说的我没错 看三少少主死 假的鼓舞高手你怎么卸船啊 一群废虎 三少你要为我们做主啊 乖 慢慢说 三少这小子杀了虎爷 还想夺取天王会 话说大伙还要看主人 那四号不给面子 也不给柳家面子 他们还说了什么 三少 三少 这小子杀了虎爷 他们还说咱们都是把脑子掌满肌肉的废物 无论我们就算了 但侮辱三少您绝对不行 三少还请您出手 小子 我刘家从来不上无名是非 自我了结了吧 三少 肖乐只是想替我主持公道 他他没有对您不敬的意思 您就宽恕他吧 这么自信的美人怎么不找我送了 肖乐 还不把你也给我送过来 八少 你信不信我把你两只手也废了 真是不知好歹啊 真是不知好歹啊 不瞒三少说 这小子还一个嫂子 哪皮肤哪身子啊 不必留个插头了 只有他们两个一起服饰 还起服饰 哈哈 这小子有意思啊 啥重重有啥 谢三少 小子 我改变主意 今天你必须死 三少 我有个主意 不如 把这小子武功废了 让他嫂子和柳月一起伺候您 真有意思 哈哈 哈哈 好主意啊 听到没有 还不过夜塞长不上针 你们是真该死 我吃死我的东西 等嫂子和柳月在我胯下狂欢的时候 我看你还拿什么狂 给我上 谁谁打的我 你给我上他 我杀你全家 我们可怕打不过 他是化尖高手 我们还是快跑吧 现在想走完了 现在想走完了 你干嘛 我干嘛 你干嘛 你干嘛 我干嘛 我干嘛 你干嘛 我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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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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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嘛 啊 小大哥我们留下什么都有 只要你放了我我什么都给你 你不能杀我 我可可是互帮第二的刘昆仑 他不会放过你的 杀你啊这太便宜你了 你不是喜欢玩女人吗 我让你以后只能看不能碰 啊 啊 陈胡获者死 乖你见柳天王 完了 这样都没反应 我真的废了 你是我大哥 直接回来 三次家族分布过 他最近在冲击龙马 任何愿不能去打扰 小龙 此丑五宝 我师父为人 五宝是什么 是全球鼓舞高手的排名 语之对应的呢 还有龙榜 那是华靖高手的排名 能够上榜的人 哪怕是排名末尾 实力也恐怖一场 刘昆仑现在是虎榜的第一名 他的实力 已经和龙榜高手差不多 玩到什么第一页 都是一群无可追众而已 来吧 把衣服脱了 好 脱衣服 你不早说 我们换个地方 你想什么呢 我是帮你去鼓 那 那我真脱了 你别乱讲 你应该咬了 你把衣服穿上吧 不嘛 我怎么能贴我 不行 嫂子还在讲 你看 我怎么能贴我 好 我这个 我是帅 我把这 呢 对你的名声影响也不好 因为这个婚数吃醋了 我原本打算明天去退婚的 退婚 郭雪凌可是你的青梅竹马 你舍得 八年了 估计 她早把我忘了吧 更何况 我现在有你这样的大美女 可我离过婚 还差点成了失足女 我不想你这么讲 小鹿要不 你也去把名证所上班吧 我想跟你一起工作 一起上下班 好 多听你的 小子 切记 一旦开始修炼 天依久变 味道似乘 万万不可破身 小鹿 嫂子 我先去洗个澡 你说我为什么要 要这么早练这个天依久变 这么好的机会 嫂子 她怎么来了 小鹿 你换洗衣服忘记拿了 啊 你 你给我放在那旁边吧 小鹿 你你你你要干嘛 你你你你 你说你呀 怎么就这么死心眼呢 这么多年了 那个穷货 说不清早就把你给忘了 妈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 小鹿哥哥 他答应过我 一定会回来找人 你是不是想气死我 我告诉你啊 嫁谁都可以 救他 不行 雪凉 哎呀 欢迎回国 哎呀 王少 哎呀来就来了 还带着礼物 快快快快 进来坐 雪凉妹 我这刚听说你回国啊 就特意买点礼物 送给你 快看看 喜不喜欢 喜欢 当然喜欢 雪凉 快谢谢王少 王向东 我这次回来 是和我的未婚夫 削落完婚的 东西你拿回去吧 我怕他会误会 什么会婚夫啊 我从来没有承认过啊 而且那个 像巴楼 说不清死 哪个山沟里面了 阿姨这么想我早死 肖落哥哥 我还以为你早把我忘了呢 怎么可能 我就算忘了自己 也不会忘了肖落哥哥的 完了 当初啊 就不应该随意承诺 这个癞蛤蟆还真的想去添耳肉啊 还不赶紧滚 八年前 我师父救了郭叔叔 郭叔叔为了表示感谢 就让我跟雪凉定下同约 我今天来 老头子都走好几年了 你还跟我扯这个干嘛 这某些人啊 还真是不自量力 王小冬 我们家的事情你少管 雪凉妹妹 你别着急啊 你这刚从国外回来 还不知道这某些人的险子 我和阿姨呢 也只是想帮你把控一下 啊 小子 在哪高救 我担任了朋友 下午去百民诊所工作 哈哈 我没听错吧 百民诊所 那可是有着三百年的百民老店 在里面工作 不是学识渊博 也得是刘洋衣裳 你再看看你 你配 我觉得我挺配的 呸 你也配在百民诊所 哈哈 没想到 你小子 还挺幽默 雪凉妹妹 我是真喜欢你 只要你肯答应跟我在一起 在我王家 以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华盛 小鹿哥哥 如果我妈要是不同意的话 我们就私奔吧 雪凉 我今天来 其实想告诉你 我已经有喜欢 小鹿哥哥 我明白 你这么优秀 身边肯定会有很多喜欢你的人 但是 可以等你的 小鹿哥哥 你听我说完 我不在乎你身边有多少人 我等了你这么多年 今后我还会等你一辈子 总有一天 你会回到我身边的 你不是说等会还要去医院吗 快去吧 最难销售美人恩呢 我会等你的 哎呀 莫少 你别生气了 等一下雪凉回来 我肯定还去劝她让她解除婚人 雪凉 没关系 我会让你回心转意的 王上 你放心 我女儿肯定要嫁入王家这种豪门的 这其他人 我们国家是不会同意的 那样最好 妈的 废物还想跟我抢人 给我挡着 看我怎么弄死你 你好 小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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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打听打听 这是什么地方 上过几天私书 就像来这工作 你这脑袋是不是被驴踢了 我可是高院长起来的 你们可别后悔 想清楚了 我说不行就不行 谁来这么用 赶紧给我滚出去 行 哟 你还真敢来呀 黄主任 这小子如何 一个从山里出来的猴子 你干些什么 你难道还指望他治病救人吗 哈哈哈 不管怎样 他也是雪灵的朋友 大家相识在一起 不容易 要不这样 把他安排扫扫厕所 或者是守守太神间 如何 行啊 既然 大侄子亲自举药 那就让他试 小子 赶快 谢谢小鹿 要不是他开口 我跟你说 你连洗厕所的机会都没有 你们可别后悔 哟 还挺硬气 你有本事就一辈子别生病 不然 我看全国哪家医院改生 王主任不好了 尸首病情恶化 我们也查不出是什么原因 什么 你怎么看的谁 我告诉你 尸首药都出了什么事 你十两遍都不管 快去通知高级院长 已经通知了 有好戏看喽 王山你们怎么治疗的 夫人放心 尸首并无大碍 我马上治疗 他活不过十分钟了 赶紧治他吧 不好啊 你应该去做事 还有你 你是怎么看护的 没错 但你看这个 提醒你 要你全程看着尸首 今天要是尸首出了什么事 你没 就这么死了吧 一群只会甩脱的无能废物 不然 还他们两个关系不易吧 怕是早就想谋害尸首了吧 不是的 我们和尸首无缘无仇 怎么会 还在赢紧谁 小罗 你好大的法子 你本夫人动手 小罗快松手 你们如果想保他命 就赶紧给我嫂子道歉 尸首的病啊 我自然会治 也忍没到你这个赤脚医生在这说餐倒肆 你都给我赶走 别在这浪费时间 林医 你被开除了 再得吧 跪出去 行 到时候束手无策了呀 就千万别来行了 求你 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 等会尸首醒了 你怎么保病啊 你怎么保病啊 夫人 这小子也太目中目人了 行了 赶紧给罗胜治疗吧 好 怎么样了 夫人放心 这种小病 我叔叔手到前来 住手 谁 害死这种大人吧 愿哪 混账东西 你明知这病我们治不了 还敢下枕 什么 你 高院长 我求求你想想办法吧 如果果身要是有什么三成两断 那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 我也无能为力 高院长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救救爸爸 你认识的人多你一定有办法的 我求求你了 快快请请 夫人 我认识比较削弱的神医 除了白手鞋 还有他可以医治 快 去学神医 是 等一下 夫人 这肖弱 就是刚刚我们赶出去那个人 但是这小子 根本就没学过音 但让他出手的话 释手 怕是凶多吉少啊 废物 赶走的肖神医 是 day 马逊 肖神医 高院长 好久不见 还请肖神医看到我的面子上 就有这种 肖神医 如果哪天知好果生的话 我们势舍服可以答应你们任何要求 你 看你沒氣死 小神醫 伊小姐 剛剛是我有眼不是泰山 我求求你們你們就救救他吧 夫人 他就是個赤腳醫生 你不能信他啊 你們倆 如果國聖有什麼宣傳兩短的話 你們就等死吧 求消生醫就是 還請小神醫 出手就你自己 肖洛你還是救救他 國勝你醒了 這怎麼可能啊 副駕 你們就這麼怕著我遭死嗎 釋手誤會也釋手 我們只是擔心您的安全呢 小沈一 答案不言謝 你有什麼要求請問提 我絕對不會推辭 唉不用謝我 國教你呢 只是因為他幫你求情而已 啊呃 對了 林小姐在百民工作了這麼久 我看也該提一下 另外王山獨職 這主任的位置空了 不知小沈一可否感興趣 好啊 高齊 我們王家可是百民診所的創建者之一 你敢免我的職 你們王家還真了不起啊 既然這樣 你們王家撤出百民診所吧 是 是 是我 我 那師手 剛剛是我太得意忘形了 求師手開運啊 完了 來人 把他們撿出去 有人誤會啊 來人 小沈一 小沈一 高院長的安排 你是否願意接受 我 小洛 你快答應啊 好吧 小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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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讓我付出殘充的代價 小沈一 這以後就是你的辦公室了 多謝高院長 不過 我還有個事得麻煩一下 他果然跟水溪有著某種聯繫 就連需要的靈藥 獨一摸一 好的 這是我會上心的 多謝 肖落 太好了 以後我們可以一起上班了 是啊 嗯 怎麼了 你穿護士服 真好看 既然你喜歡 那 肖落 這是主任辦公室 不會有人出現在 給我 沒有 他果然還是不願意退婚 你借吧 喂 肖落 什麼時候回來 我閨蜜有點私密問題 想請你幫忙 我馬上回來 這麼多年啊 全國各地的醫生 我都看了個遍 根本就沒有辦法跟著 你啊 你啊 就放一百個心吧 能讓我們柳大美女 均入愛活 看來他真的不一般 哎 他帥不帥 你想幹什麼 你看上的男人啊 你看上的男人啊 我還真的挺感興趣的 你也不看看你現在這張臉 等姐姐的臉好了 你可別後悔 我的肖落來了 劉悅 這位就是余會長嗎 這個男人 這個男人 我要不定 小雪姨 我的情況 我妹妹都跟你說了吧 只要你不能把我治好 我什麼都可以答應 呃 還是 先治療吧 脫掉吧 要脫嗎 啊 脫 你只是臉上受了傷 你脫衣服幹嘛呀 你怎麼知道別的地方沒有 是吧 孝沈依 啊啊 對 走 哎 孝沈依 開始吧 怎麼 渣男 哎 你給他用了什麼呀 我也想用嘛 這個呀 叫碧玉珍珠膏 我也可以送你 你看啊 人家這裡也想用嘛 給你用用 小路 沒想到啊 我這個皮膚比以前還要好 那姐姐也送你一個禮物 過兩天啊 經商會館會有一場拍賣會 大水會兒會展出一束病地雪蓮 我相信你會感興趣的 病地雪蓮 真是多謝你了 我陪你去 好啊 一起去 我 我回去準備準備 我余曼想要得到的男人 早晚都是我的 哎 會長 查得怎麼樣了 查到了 蕭若現在還是單身 只不過 她跟郭家小姐郭雪玲 在八年前定了親 一個黃毛丫頭 怎麼配得上蕭神 你不用理她 先把我的好妹妹提出局再說 在這兒真去吧 身邊的女人一個又一個還敢來招惹雪玲 看了老子今天怎麼收拾你 起焦了 其實沒少花錢呀 還雇了個美女來這撐場面 再亂叫 把你嘴撕碎 她給你多少錢呀 要不這樣 你跟我 我給你出雙門家去 一隻亂叫的狗而已 你理她幹什麼 就你們這副窮酸樣 還想參加近同拍賣會 我告訴你們 這裡 可不是什麼阿貓阿狗都能進的 你個臭婊子 你個刀 他今天就讓你老子去做串 讓我看看 是誰這麼大的口氣 本得罪我們王家 你算什麼東西啊 王家是吧 從今天開始取消王家 進入會館的資格 取消 我們王家 可是余會長親自邀請的貴哥 你是什麼東西啊 你說取消就取消 余曼姐 你的合作方都是這種廢物 還真以為我沒見過余會長 我看你們今天 能狂到什麼時候 也就是今天是拍賣會 不然我把你腦子給你走 等你 白癡 通知下去 和王家的合作全部取消 和王家的合作全部取消 是 大言不殘 把會館的保衛給我叫過來 我要讓他們都給我爬著出去 小子 現在管還來得及 白癡 趕緊的 把這幾個人腿打斷 丟出去 你幹什麼 這可是余會長親自發的邀請函 放開 放開我 會長 不可能 會長常年戴著面紗 從來沒有摘下來過 怎麼可能是會長 來 放開 我覺得 芙子 他真的是余會長 而且剛剛進商會和王家所有合作都取消了 余 余會長 都 事物眼睫 永遠不是泰山 還想您原諒我們余會長 大坡 你說怎麼處置他啊 這樣吧 我呀 我也會長 我呀 我會長 那人是什么身份 竟然能让这么多大佬迎接 这种待遇应该是哪个大家族的东西 一个将死之而言 那人是刘宋范 看不然 今天不几时有好戏看了 肖沈依感谢上次出手相救 我敬你的 是手 肖露不能喝酒 这杯我的 好 肖沈依里面请 大哥要不要给他们点颜色看 大哥正在进行的盘牌名 买是标准似的好 可是机会难得呀 别急 今天轮不到我们出手 会有人好好收拾他们的 那灵药应该是病地血连吧 我听说欧阳家老爷子病重 也在找这种灵药 恐怕欧阳家的人也会到场 来的要是那一位 今天这场戏就真的有意思了 各位来宾久等了 我们晋商拍卖会 现在正式开始 现在就让我们请出本次拍卖会的主角 产自极寒之地 百年难得一遇的灵药 病地血连 这么远的距离还能感受到灵药的药 果然蒙不虚愁 既然肖若喜 那咱们就给买一下 这个钱啊 我出了 倒是不必解决费心了 这点钱 我还是出得起的 一百万 一百万 两百万 一千万 一千万 不愧是晋商商会的会长 一出什么就是千万 别得意的太早 两千万 两千万 三千万 我怎么感觉他们在争风吃醋 我对那小子的身份越来越感兴趣了 五千万 五千万 六千万 六千万 六千万一次 两位姐姐 两位姐姐 六千万两次 六千万三次 五千万 八千万 一个亿 八千万 侯阳浩 他怎么来了 果然是他 以他的性格 待会儿会在里面的远行 倒机别殃及于迟了 一个亿 小子 我不跟你让弯子 我欧阳家 很需要这颗病地区 我劝你赶紧收回你刚刚收的话 一两千万 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你别敬酒不吃 是 这是我的场子 给我的面子 你去慢了 怎么 你的面子 很值钱 欧阳家算什么东西 今天被要 我要定 小声音 冷静 欧阳家 可不是我们那 惹得起他 先别惹他 我少 给我个面子 我替 小声音给你赔个不是 看在市场的面子上 今天 先丢你一命 这欧阳家 很厉害吗 欧阳家 是苏承第一句话 人用他 做不成事 我要是看中的东西 天王老子也拿不走 我要是看中的东西 天王老子也拿不走 小龙 病地雪莲这种神物 也是你的销售的了 我劝你最好给我老实一点 哎呦 这不是刘家的那个好派对吗 你怎么也在这儿 小龙 欧阳老爷的救命要你敢抢 是怕你有命抢 没命哪 欧阳家比刘家强很多 要不还是算了吧 一只手就能碾死的蝼蚁而已 你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欧阳少爷 这是个误 你少的 让我跟他好好聊 别浪费我时间 随先击杀需要落 找一千万赢员 哈哈哈哈这一千万我要定了 兄弟们给我上 华琴和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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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怪有什么 怎么可能楼房上也没有这号人物啊 小鹿 怎么想的 人生的 小鹿哥哥一直都很厉害 哥哥这叫深藏不漏 你说 你是不是故意让我担心的 我没有 就是故意不告诉你的 我们两个的小秘密 为什么要让别人知道 花姐 花姐 还有这是什么好说的 小鹿我欧阳家非常需要这病地缺点 你要是能相让的话 之前的营业 是小的 化妆高手我欧阳家不是没有 别得寸净致 是小的 我把您的卧关了 欧阳家过几年自回来去 哎欧阳少爷 小鹿不能放他离开 不然后面麻烦就不忘了 我无所谓的 来一个 就烧 站住 来都来了 不留点东西再走吗 他娘你有希望 我告诉你 他一旦要等我哥中破了吧 他觉得让你脂肪斗着走 好啊 我倒想看看这龙膀上的高手有多厉害 想留什么部位自己选 小神爷 咱们不打不相识 你就是要放我一次 我以后都听你的怎么样 啊 我给你十秒钟 你自己想清楚 想不清楚 我来取 我可以给你钱 很多钱 啊 我给你钱 很多钱 五秒 刘家有很多理由我倒给你 放死我吧 救你了 一秒 手 我凭什么要听你 我 小神爷 这是您拍照的雪莲 费用 我们会长已经替您付过 您说好 少爷 我立马联系欧阳小姐 等一下 姐姐正在冲刺拢包 不许打扰她 现在怎么办 既然抢不过她 那就从她身边的人入手 走 地厅 光源十公里范围 任何动情都不会落入双耳 倒是可以随时 这个 不是 你来了 雪凌 郭雪凌 你要是现在离开的话 你们郭家欠的五亿人员 可就没办法解决了 你怎么知道的 这不是关心你吗 金总阿姨过来找我说的 她说 我欠的五亿人员 所以我立刻找了杨绍 只要有他在 别说是五亿 就算是十亿二十亿 都是他一句五亿事 杨绍 没错 就是市场的职场人帅 谢灵 这机会只有一些 如果错过的话 就没人帮到这个国家 走吧 别让杨绍 倒极了 哎呦杨绍 杨绍 杨绍 不愧是国家欠金 还真是兵机欲补 倾国倾城啊 杨绍 杨绍 钱的事情就麻烦你了 你只要帮了我 我什么都听你的 哈哈哈哈 杨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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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位呢 就是我跟你说的 国家前进 哈哈哈哈 郭大美女吧 整个租城谁认不是 啊 钱的事咱们坐下来聊 哎 这五个亿是小事 不不 我听王少说你想要无息贷款 这让我有点为难 杨绍 我敬你 郭小姐通过 不过这一杯酒还不够 要不 郭小姐陪我一碗都喝 不过这一杯酒还不够 要不 郭小姐陪我一碗都喝 无耻 下流 想走 似乎晚了点 郭小姐那五个亿 莫非是不想要啊 钱我不要了 你们可以放我走了吧 那可不行 我可是出了高价 才让王少把你请过来 你走了 这损失谁来陪 郭小梁 能赔杨绍是你的无份 你可别不识喉胆 把你分手拿开 放开 你别碰我啊 你们想干什么 放开我啊 你们想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是想请郭小姐吃点拔角 来 鸽头帮你穿上 滚开 你别碰我滚开 你别碰我滚开 和我滚开 孝洛 怎么了 没事 一点小时 你马上就回 哥 你别碰我 来 令我扑你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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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臭皮子是让你咬我 啊 杨少 咱不是说好玩玩吗 怎么狗这么大呀 啊 怕了 杨少说笑了 只是 答应我那件事 不就是性商会和一条不知道哪冒出了野狗吗 我答我一句话的事情 还没有滚 这脸蛋 这皮肤 找死是吗 你怎么进来的 你怎么进来的 管我怎么进 啊 高手 但你也别以为我们杨家是吃素的 你想干什么 哈哈 你 你 小哥 你他妈知道我是谁吗 我大包可吃素生的势手 哎呦 我怎么感觉你的脸 有点不对秤啊 啊 我怎么感觉你的脸有点不对秤啊 这小子 鼓舞者又怎样 是首府鼓舞高手 突然上前 你现在放了我 我留你一条全身 不 对不起 对不起 现在倒是晚了 要等死了 不是 刚才没有掌握好力道 这个 右边的脸 有点高了 你想干什么 杨少 我这一次 一定控制好力道 保证两边对手 一个疯子 你别过来 我大伯到了 他一定不会把握你的 哎呀 这下感觉对了 他们就在里面 快 小子 鼓舞高手已经到了 老师今天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是吗 大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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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算到了 这小子一进来就把我一顿都打 连您的面子都不给 把咱们杨家的脸面按在地上摸擦 大伯 你可得为这人做主啊 你们业障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小沈亿道歉 大伯 你认错人了吗 他就是一条不张孙子帮助在里面走啊 混账东西 待会再生 小沈亿 我替他现在道歉 是我管教部员 今天你们谁来也保不住 小沈亿 看在我的面子上 老过这个臭沈亿 死最可免 我最难受 我卫有痕妻呢 比较保守 用不上这个大力 两说自由 什么意思 我这人恩怨分明 只要让我高兴了 我可以期望不久 小沈亿 你休想 混账东西 还敢闭嘴 来人 给他穿上 他要是不愿意 给我打端腿赶出羊架 大伯 我不能穿啊 大伯 我穿上这把咱们的羊架也没丢进了 大伯 小沈亿 看在我的面子上 饶过这个畜沈亿面 起来吧 郭小姐的是吧 郭小姐的是吧 没什么大意 那就好 杨绍 把骂郭小姐的话 说一遍 等一下 一百个深蹲 边说边做 开始 小沈亿亿没让你出去跑一圈 你就给足了我面子 难不成 你真让我把你腿打断 我是借贫子 我是借贫子 大点声 我听不到 我是借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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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他就是之前救你的那个神医吗 你要是不知道他的实力 你就可以查一下 白眠诊所 白手记的事件 你说 他一句话就能灭掉一个百年世家内人 生活只有这么恐怖 你给我记住 你可得罪苏省所有好们 也不要得罪他 收拾一下 你连陪我去 回家道歉 是 黄乡东那个王八肚子给老子教过来 是 杨少 哈哈哈哈 不是杨少 我还以为 你这衣服是给郭雪凌穿的 没想到是给自己准备的 这花活 性别多呀 杨少 这脸 这滚娘 哇 杨少 对不起杨少 对不起 是我多嘴 我该打 该打 黄乡东 你是不是早就看到福神爷 故意搞我 杨少 这其中肯定是有误会啊 我哪敢呢 还看娘的误会 你要不是想搞我 会让我得罪那种大人物 大人物 这不可能呀杨少 这郭家的家底 我打清了一清二楚 怎么可能会有连你也不敢得罪的靠山 你还要娘的装 那个萧神医 连我伯父都敢得罪 你让我去弄他 你不是想跟我上下干什么 这绝对不可能啊杨少 这姓孝的 顶多是有恩于你伯父啊 这两边脸不对称呢 来 放他秀一秀 杨少 你这什么意思 杨少 你看 这两人对齐了吧 杨少 既然是兄弟 那就要有福同享 把这个穿上 来 你们带他到大街上溜达一圈 不不不 杨少 我知道突然杨少 杨少 这人咋这么眼熟啊 这不是刚刚穿着这种东西街上跑的那个人吗 这么大人呢 穿了个肚子 真乖 看什么 看 我的味道 滚 呦 八哥 你这身体还没恢复 怎么就下床了 哈哈哈哈 王阿盛 你在咋考的 还挺对正呢 哈哈 小裸胎 八哥 难道你就不想负重吗 不不不 你可别再害我啊 嘿 八哥 我倒是有个好主意 只要你肯把我给介绍给刘三少 我保证让他小鲁吃不了兜出去 八哥 你放心 这件事情 我绝对不会牵扯当天 行 那你可别说说我的事 放心吧八哥 如果让他知道了 你和我的腿一样啊 小鲁 老子跟你没完子 这边这边这边 何欢散 雪凌这是中了何欢散 看来毒性还不是很强烈 这毒性还是蛮强的 小老哥哥 雪凌 你先别着急啊 我想帮他解读 师傅曾经说过 只有三阳伞 可以解读完伞 哎 小鲁哥哥 我受不了了 不是 你帮我解读吧 你先冷静先冷静哎 哎 不是 我 小鲁哥哥 怎么是你啊 你别乱说啊 昨天晚上报酬播放的明明是你 你 你别乱说啊 小鲁哥哥 不过 嘴还挺挺 小鲁哥哥 你怎么说这么小鲁的话 雪凌 怎么了 什么小鲁 好啊 你个香巴老偷人偷到我家里来了 看老娘今天不做了你 你别瞎说啊 昨天晚上又不是我你女儿就回不来了 别以为你有什么卧车心思我不知道 无非你是想生命走出手办 我告诉你 你想都别想 妈妈 是王相当和杨帅给我下样 小鲁哥哥救了我 什么 王上可是王家公子 他怎么会 杨帅昨天已经被我教训了一顿了 应该不会再为难你们 还有你们那个什么贷款 直接找杨国胜吧 你自己得罪欧阳家和刘家的事还没解决呢 士首怎么会给你这么大的面子 士首杨国胜特意上门道谢 杨士首 今天你们怎么来 还不给郭秀姐道谢 我受人蛊惑 险险冒犯的郭小姐 请郭小姐原谅 杨少 你快起来 我们家雪灵没有怪你的意思呀 干我干什么 郭小姐 算了 郭小姐 这是你们郭家需要的贷款 我擅自多劈了一些 你看看 士忆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面子 谢谢小鲁哥哥 士忆美心贷款 如果你们郭家还有紧薛 他随时找我 不知道萧神医是否还满意 杀了他 欧阳浩 你想干什么 肖洛哥哥怎么了 没事 我处理一下 杀了他 欧阳浩 你想干什么 优越 大家都是聪明 把东西交闯 笑话 灵药是萧落买的 你就别做梦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和萧落是什么关系 就算不在你这 等我拿下天王会所有人 自然会把灵药揪 欧阳浩 你别太过分 天王会 也不是好惹的 让我们柳大美人重新认识 欧阳浩 最后把他放下 你最好别动 再动 他的脑袋开花了 让我放了他也可以 你手困扬 我萧落的人 可从来没有给别人下跪的习惯 萧落 萧落 你最好是放了他 我还可以考虑一下 让你们活着 萧落 找死 就凭你们 我知道你很难打 可那又怎么样 别忘了 他的名字 在我手里 欧阳浩啊 你要干嘛 给你三秒钟 交出零药 否则他死了 三 二 一 等等 欧阳大少 你的枪 可是在我这 你 你 别搞什么实验 欧阳大少 人了你了 我姐已经净身龙宝 你敢动我一下 试试 小鹿你 我 小鹿你 我 快滚 小鹿 人家身口好疼 好像是受伤了 不信 我摸摸 再看 把你们眼睛挖下来 我 还是给他们治疗吧 你 我 还是给他们治疗吧 带我去见我姐 我要让他 血脚血肠 你 欧阳小姐隐藏的够深的 这一次一名惊人 直接晋升龙绑八十名 龙绑排名七十六 刘大少 你也不会 姐 爷爷快不行了 怎么回事 我本来已经找到 可以救爷爷的灵药 但是中间被一个叫 萧楼的人给杀出来了 他把灵药抢了 他武艺高强 我们打不过他 姐 快去救爷爷吧 找死 小鹿 小鹿 你这么久都不碰我 是不是嫌弃 我 哎 你你别多想 我最近在练天一九遍第四种 如果发生这种事的话 会破功的 没关系 你不可以的话 我也有办法帮你吧 怎么办 你要干嘛 哎 不是 进来不知道敲门 什么事啊 林一小姐和国家千金 被人掳走了 什么 谁干的 欧阳林龙已经在回城路上 杨炎要将削落碎石万段 回去告诉欧阳林龙 如果他敢动林一的话 我让苏晨永远没有欧阳家 不认为欧阳长官回归苏省 欧阳浩呢 姐 这次我一定会给肖落一个教训 让他知道 得罪我们欧阳家会是什么下场 把人给我带上 欧阳长官 你还是把林龙都给你放了 什么回事 以我对肖落的了解 如果你放人 还是一定 你把他的人都招了 你把他的人都招了 他要我们爷爷的命啊 我才抓他两个女人而已 你再说了 这箱子在你眼前 过这十楼一把 你就是小罗他们人呢 你打伤了我弟 还敢用这种口气致味 是不把欧阳家放在眼里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他们人呢 整个苏晨没有人敢用这种语气 和我说 今天我就让你有来误会 嗯 我 这种语气 宗师 原本以为萧绅一是华健的高手 没想到 却是宗师级的王者 拜见宗师 姐 你是否搞错了 这个废物 怎么可能是个宗师 宗师了怎么样 小罗 你今天要是敢动我 那两个女的 我死你了 好 放人 姐 你崩了吧 我是你弟 他想杀我 轻而易举 小罗 我错了 我弟们放人 行吧 看在你姐啊 还是个民事里的人 我就饶你 姐 但是嘛 这死罪可免 我罪难逃 小罗 姐 救我呀 这是病啊 还好 还好 放心吧 我只是费了他的功力 欧阳玲瓏 你还有意义吗 不敢 带走 你知不知道 今天要是我 不在你辈子都意义 姐 我错了 根本不知道 他这么强啊 爷爷 爷爷 你又是 我这么多闲 我小姐 那里的情况 好像比我想到更加色口 那你赶紧治疗呀 有什么需要我们当忙的 你们都会举力配合的 我的能力 也无理会 目前 能失掉这么重好的 只有两人 一个是 百门之所的首席意识 让他失踪多年 至今为人知道他的效果 那还有一个呢 小罗 小罗 可他未必会帮你 我听说 萧乐正在收集灵药 如果你能帮他找到 吃眼和手屋 说不定 他会帮你这个 爷 赶紧派人去找吃眼和手屋 尽快 等会 姐 我听说 刘佳也在找吃眼和手屋 我们不如 跟刘佳合作 刘佳一定会派几个神明 来求爷爷 你现在去找萧乐 他也不一定 哎 记住 务必两小时内 一定要送到萧乐的 是 姐 你相信我 闭嘴 小宗师 你在家吗 你 你怎么能不穿衣服呢 你来干嘛 小宗师 我爷爷不知得了什么怪病 会在旦夕 求神医出手相助 不知 没时间 吃眼和手屋 吃眼和手屋 之前的事情 我和你道歉 这次算我求你了 只要你能救我爷爷 这个 救归你 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了 你 你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你不知道了 好 我答应你 你 要呢 我拿走了 至于你爷爷的病 小问题 你骂 我再考虑考虑 爷爷 你感觉怎么样了 我去训练 先行愉悦 我有十年 没有感受过 感谢这位小哥 精明之恩啊 不必感谢 情况恢复的不错 没什么事啊 我就先走了 小宗师 我送你 不用了 爷爷身体刚恢复 我 你 还是多久照料吧 真有你的玲瓏 我从来没有见过 你打扮的这么漂亮 你是不是看上那小子了 胡说 我才不喜欢他的 嫂子我零药呢 就只要你回来就要找药 找的给你准备好了 还是你最懂我 神游同样是方圆十公里范围 但却可以灵魂出窍会使世间完美 王妖玲瓏想把我们要送给小路 我跟你没完 三少 别急 我知道你是 我 我就想办法你干净 你有什么办法 谁这么在笑 三少 三少 我那是八哥的好朋友 这小样又不难 我叔叔王虾岸他可是我的事本吧 到时候再给您安排个大美人 是呀是呀 好啊 只要能治好我 什么都好说 能 肯定的 看你们说什么话 都这么久了 你怎么还没醒啊 小路 不行 得忍住 只要再收集一味灵药 就能突破天忆九边第四处 那时候 想怎么样都行 小路 你怎么自己打自己啊 嫂子 你能再等等我吗 可是 我已经等不及要吃掉你了 这位就是我跟你提过的三少 哦 九秒三少大名 幸福幸福 听王向东说 你有办法能让我变得更加强壮 三少别急 我已经明白了 开个价吧 三少 你可以先拿回去试试 如果觉得满意 到时候 我再要个合适的价格 好 要是效果好啊 好处 少不了你的 哎 三少买头 这声音 不好意思 哎 等会儿 小美人 撞了我就想跑啊 你想干什么 让开 让开可以啊 那你今晚陪我喝两杯啊 我怎么以前从来没见过他 三少 这个呢 就是百民诊所的护士长 也是那个萧若的嫂子 要不待会儿 三少就先拿他试试笑话 如何 送到我专属病房去 是 嗯 文姨 专属病房有个重要的病人 需要书页 过去一下 可是我怎么觉得专属病房 今天没有人住啊 只是诊事 不要为那么多 走过就行 叔 咋样了 我办事 谁不时候出了厂子 我倒是要看看这个萧若 发现自己的女人被蹂躏之后 是什么样的表情 哈哈哈哈哈哈 萧若 不是你来干什么 林仪在哪间病房 说 我告诉你啊 不要练来 他就是萧若 不知死活 你以为 他们还是你之前碰到的那些废物 他们可是留下一岛一岛高 来 关门 坐 是 啊 啊 啊 我救命啊 给我滚进来 你干什么 真得劲啊 老子就喜欢你穿护士装的样子 你别过来啊 啊 别害怕 我很温柔的 放开放开 小吴放开 这个是我的专层地方 没有我的允许 他们可不敢进来 那你别放我 别放我放开我 救命啊 我警告你 你要是让小吴能知道了 他一定会放了你的 他自私的自身难保了 我跟他说一遍 你叫我 这就越大声 我越新色 放开我 别怕我 放开他 别管 帮我杀他 你 小龙 你��고 吃饭 等我一会 小龙 吃饭 等我一会 你不是喜欢护士装吗 给我穿着护士装 在医院好好逛逛 怎么 不换是吧 换不换 换不换 换换不换 哎呦呦我说了我换你还干 好 给我换 换出来 走 三少尾 王小冬 你把老子看惨了 三少 说你要是不玩的破护士装 咱们是不是就成熟了 他们在这干什么 笑你笑 大小老子 你多了我一哥 哥 会被人打成这样 你一定要替我报仇啊 长话点说 别浪费我 他叫肖禄 是白名诊所的医生 听你出口记不难 但白名诊所要白手席作证 恶他不死 你杀死了 他 还有个未婚妻叫郭雪凌 我可以给他下手 说了就好 你把小老带过来 有他带过 没人能动 哥 雪狼可是龙莽排名第99的高手 他就愿意帮我 谢哥 谢哥 小陆 等着迎接来自龙莽高手怒火吧 迟早要被肖禄这个畜生害死 妈 你先别着急 肖禄哥哥一定会处理好的 处理个屁 他惹了事拍拍屁股走人 留下我们给他擦屁股 对方可是刘家我们拿什么给人斗 我现在就联系小陆哥哥 哎呀 让他赶紧过来把你们的婚约也解除了 不可能 哪怕小陆哥同意解除婚约 我也绝不愿意 你 我这是造了什么你 生了你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女儿 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哪怕死也不可能你 哎呀气死我了 奇怪了今天怎么这么安静 不知道 哎早上好 哎哎哎 你们 吵架了吗 没有啊 哎哎哎哎呀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啊 留下已经放狠话了 说是凡事跟萧医生有关的人都得死 你已经派人去郭家了 你们自己小心点吧 这怎么办 没事 我去郭家一趟 你好 三少你怎么来了 我正打算准备带着雪莉啊 去跟萧若解个婚约呢 这个好 只要阿姨将雪莉妹妹借给我 我和萧若所有婚约 跟你郭家没有任何关系 你做梦 你别听他胡说 这事咱们好商量 妈 有萧若哥哥在 他们也不敢拿我们怎么样吧 你怎么就说不听呢 希望待会雪莉妹妹 还能这么做硬 来 给他们吃点苦头 从今天以后 我们何家与郭家的合作 萧 这何老板你你听我解释 都家也许萧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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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大叔 求求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我让他们取消婚约 郭小姐 现在后来得及 你别太过分 我已经通知萧若哥哥了 萧若 他要是今天赶来 我让他吃了走着走 那得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萧若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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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若的还不知道 刘家家主已经成功见身文化 想要活命 还不赶紧跪下向三少求饶 郭小 你是嫌我上次下手太轻弱了 你这个不知死我的东西 三少 还请雪狼大哥出手 雪狼 今天给我敞开了吗 出了事 我父子 苏城市守杨国胜 进商商会 那天晚会六月 百民诊所高齐 谁来拜访 各位 我们来迟一步 都有见谅 各位 我们来迟一步 都有见谅 杨市守 我们刘家的私事 你要管吗 巧了 我们今天一行人来 也是为了私事 从今天起 郭家就是我们 进商商会的成员之一 郭家的事 就是我们的事 三少 得饶人处 请饶人 天文会的地位 虽然顾及三少 若要论人手 我们要多少 有多少 你们一个两个 都给我队是干事吗 好 你们可别后悔 今天做了决定 雪狼 哈哈哈哈 这个 就让你们死个平板 雪狼大哥 可是龙绑排名九十高手 你这我扯你来 这小老子一只蚂蚁要紧 你们拿什么根 雪狼 随便玩 憋得这么小 龙龙大五 这怎么可能 牧师 怎么可能 哎呀三少 我是给过你机会的呀 可是你不知道珍惜啊 那就干脆送你上路 听说 你要动我的师弟 休诺 白首席 先天我不知道他人的师弟 无知能不能滚回来 起来吧 师父能拉他下山 这小子 最少也突破了先天 如果你们留家 少找他的麻烦 不敢 不敢了 不知道这小子 天一九变 列到第几层了 你可别乱来啊 我哥哎呀你哥是龙绑高手 哎呀 他一出手我们现场的都得死 是不是 既然知道 还不快输手交情 他刘坤伦可没有这么大的脑 欧阳玲瓏 你怎么在这 废物东西 还不赶紧滚出过去 欧阳玲瓏 你有什么好拽的 无论是虎绑还是龙绑 你都只配在我大哥屁股里转 哦 是吗 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你哥恐怕也自身难保 欧阳玲瓏 你什么意思 你待会不就知道了 哈哈 小鹿 我大哥马上就到 你们死吧 我大哥到哪了 三少家主命令你赶紧回去 千万别对国家出手 什么 再说一遍 什么 再说一遍 大哥不是打药要过来的吗 哎三少 咱们啊都有时间 让你哥慢慢来 小鹿 今天是我大哥有急事没来 不然你早就伸手艺术了 哎三少 咱这事还没办法呢 你别分我赶紧走 三少 有你大哥在这怕他干啥呀 三少你这眼睛是咋的 昨天没睡好 对对对 我先回家休息一下 我后再来 哎三少 机会难得 这一鼓作息干掉他 省了以后 给他喘气的机 哎呀他们够不成威胁 我什么时候来就能照须他一样 三少 是不是心软啊 你可别忘了当时怎么害你的 别拦我了 老子还有事办呢 哎呀行了行了别争了别争了 都留下了 我吃你妈的 老子知道死你手里 雪狼拦着他呀 我说是我错了 刚才没有认同你 是我的住户 还请重视原谅 我 是 我错了 我当时戴眼火里面给你磕一个 小鹿小鹿 小鹿小鹿 你突破第四重了 不 是第五重 你干嘛 你这么度人呢 倒工一程 不仅可以度计 还可以度人 什么意思 当然是双修呢 当然 也可以是多修 小鹿哥哥 我也要 人家是我先来的 我当时好奇 小鹿会选谁呢 小鹿 选吧 小孩子才做选择体验 大人的世界 我全都要 小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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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同事我错了 我当时大家伙没给你磕一个 哎呀三少 这认错啊 得有个认错的样子 来来来来你上来 跪下 刘三少 我是给过你机会 是你自己不珍惜 那是王永东 这一次做王永东安排的 三少 咱们可是一伙的 你可别陷陷我呀 之前小鹿是王对付你 把刘三少 我成了些 是我就能出的主意 放心吧 我会一视同仁的 谢谢各位出手相救 要不是你们啊 我跟我女儿已经没了 你要感谢啊 就感谢肖洛 要不是他 我们可不会来 对对对 还要谢谢我的女婿 想的美 我怎么听说 郭家三番两次提出解除婚约呀 肖洛可不是你们家的人 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 对啊 我看啊 大家今天都在 不如就趁现在把婚约解除了 你说呢 郭小姐 好了好了 我还有事先忙 小鹿哥哥 小鹿哥哥 你看他们这么欺负我 你也不管管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呀 好了好了 我还有事 你记心吗 小鹿哥哥 你好安排一下 明白 我已经让老三道歉了 为什么赶紧杀绝 为什么 家主 是属下无用 但肖洛他太强大了 他决心要杀了三少 属下实在是无力阻拦 罢了 先天不可敌 何况白首席 还是他的师兄 那 三少的仇 我对不起爸妈 没能替他们教育好老三 我要向他们请赠 家主 你若是想要复仇 我可以帮你撑谎 一个先天强者 一个一句话就 你灭掉一个百年财富 还在吸着第一声音 我不是扔不起的 你若是信我 我可以亲一声 你不会让白首席知道 是我能做的 想要是吗 我研究孤独多年 但因为体质原因 一直不能修炼 若家主能突破先天 帮我洗肩发锁 发入孤独行 你打算怎么做 雷银是我朋友 通过他取得 孝独的现象并不能 到时候我们可以这样 好 就这样安排 只要能杀孝独 我全力配合你 我全部压着 我也压 我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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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紧 别紧 皇家同花顺 你还得再不一百万 不可能 不可能呢 一定是你们出老街 把街还我 把街还我 老公主 五十万一只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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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不不不 我我 我不要 我我 我不管 原来 我管钱 辛未 我是想要四创啊 我教我 갈 咱借你快救我啊 这一百万可不是小视 谁让你愿意救我 我给你作牛作马 这钱我帮他还了 你可是我的大救星啊 没那么严重 只要你明天去醫院 跟我做一些小事 這些錢我多還了 一定一定 哎不好意思 那個如果你要看病人的話他在簽呢 凭什么你可以干这么体面的工作 而我却像条野狗一样抱一顿鸡嘆 你干嘛 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你放开我 闭嘴 闭嘴 给我一百万 自我让你身败于裂 你疯了 我哪有那么多钱 小点声 小鹿不是有钱吗 你去找他要一点 肖四川 还敢找他要钱 一日自己买这人 凭什么不行 赶紧给钱 不然我让你们吃不了 都让我滚 不给是吧 我每天早出晚归 辛辛苦苦赚钱 就是为了让他过长好日子 没想到他竟然给我的草地毁混的草山 他们在前些年啊 是要进猪篮的 狗闭嘴 大家快干了 他急了 他急了 小鹿 你赶紧给我一百万 几十四十倍 我要今天没完 去 我在我的地方 诺事 陈兵 你来的正是时候 小鹿勾引我的老婆害得我几厘子散 您可得为我做主啊 这小鹿勾引我的老婆害得我几厘子散 您可得为我做主啊 滚开 肖子创 一个人渣 你还争个无耻啊 成名 我们可是同窗 你不帮我就算了 骂我干什么 跟你这种人是同窗 是我的耻辱 就是 跟 这一包掌呢 是替林仪打的 打你好赌成心 不死悔改 啊 这一包掌呢 还是替林仪打的 打你散播谣言 不乱攀咬 行来 带出去 骁洛 你给我等着 哎 林仪好久不见 陈彬 你怎么在这 啊 骁洛 你别误会 陈彬是我朋友 好多年不见了 让你受委屈了 放心吧 以后他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了 实在抱歉 我刚接任着百名的副院长 就弄出这样的动静 我一定会全宴通报 给你们澄清的 谢谢你 陈彬 我听院长说 萧十一在找林药 我明天组织了一场林药研讨会 应该会有一些 急人医保 不知道 萧十一感不感兴趣 那就 太感谢陈彬 天招 呃 人帮到萧十一也就好 我去办一些工具就不打扰了 对我有啥意 有意思 行吗 我 怎麼了 沒事 你先回家吧 我幫你回家 好 哥 三缺一不玩一下嗎 你們想幹嘛 好排 小龍你要幹嘛 我是你哥 陳冰找你做什麼 我不知道 不知道是吧 送他上路吧 等等等 我說我說 是他讓我去醫院配合他演戲的 現在我真的不知道啊 小龍我知道錯了 你放了我 你放了我 要不要我去派人查 你放了我吧 我放出我以後再不敢找另一媽媽來 沒那個必要 小龍 他們想做什麼 直接讓你來就是 你不能這麼對我 家主我已經取得了小龍的信任 明日他便會隨我前往山莊 這是他要的金剛菩提 拿去吧 家主放心 我爹會讓他當場使用著金剛菩提 等他煉花使用 再出手干預告時候 一旦神醫便走火入魔 暴斃而亡 好東西要懂得分享 趕緊打開看看 豹彈天物呀 峨眉金頂孕育百年才出一顆的金剛菩提 怎麼能用普通盒子裝呢 是吧 價值連成啊 這金剛菩提但打開啊 不出一個小時 靈氣必散 這拿出來多久了 五五十分鐘 這不是還有十分鐘嗎 有什麼可惜的 蕭院長 我這實話跟您說吧 本來今天是像把這個金剛菩提賣給你的 在你身上轉眼 可惜了 這不是還有十分鐘嗎 有什麼可惜的 蕭神醫 如果你有辦法 我願意降下一半 當場戀話就行 聽說修練的時候不能被打擾 這的環境 八千萬 只是我在戀話的時候 還勞煩陳院長幫忙阻止別人打擾 好 陳教了 我就當快本交了你這個朋友 陳院長你不是答應沒給我的嗎 子彈神物豈能便宜你們幾個 嗯 這東西果然有問題 好在還是突破了第四周 炸豬 此人以走狗入魔動手吧 炸豬 此人以走狗入魔動手吧 哼 什麼狗屁宗士 嚴教你 料得到自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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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 呀 你 怎麼回事 快點燒火露魔了嗎 我不知道啊 不過家屬 此時他修煉已經走火入火 孤立成功大使 這是我們唯一的希望 如果讓他活著走出去 我們都得死了 呀 這就是我們仙天做個事嗎 還有什麼遺言 這輩子 真就不能成功無成 小沈爺 能不能看在林爺的份上 有我一個權勢 你倒是看得很開 我成全你 滾吧 修煉要放我所 你不怕我蹲 先天之下接樓椅 你還沒有這個資格 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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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未見了 七年前下山 還沒有突破第四重 師兄已經 獲勝了 沒有臉面 回山門見到老頭 真的嗎 師兄 那就讓我來試一下 你笑 我就說嘛 以我師兄的天賦啊 天一九變 不是最好的選擇 這是你們見面禮 這 這是什麼 欧阳家欠我的人情 答應我 把欧阳玲瓏取配給你 可是師兄 我已經有喜歡的人了 你小子 在我面前撞 就是你的不對了 師兄 我可下了不少功夫 這都是什麼呀 這是 北二南公主的 還有一個 南朝財法千金的 這是 你自己看吧 哎呀 師兄 時代不同了 我 什麼狗屁東西 以你的實力 打破凡階的壹壘 已不遠 那個強者為中的世界 沒有什麼不可能的 這是 靈藥的第五位靈藥 天蝉珠 其他四位 在靈宮之上 該教的都教得清楚了 我和他和我的老頭 在上面等你 我和老頭在上面等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